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大家尽快录作 下午场即将开始 谢谢 好 下面我讲一下战略的下半身 这个脑子上半身没有不想清楚 你下面走出来的路子都是外 就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如果把战略分为人的上半身和下半身 上半身就是你的使命 愿景 价值观 决定这家公司要去哪里 然后这个角的配合这其关键 如果上下不配合 这个战略是假的 下面是金正讲究战略的具体的落实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组织人才 组织人才之关键呢 我想讲几些具体的案例和实施 大家讲 其中刚才休息的是有人提到 中国公司很难做到 因为对大家比较震撼是大年三世晚上才人 但我呢觉得其实我也被震撼了一下 对我也是个教育 后来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总结 就是你真正开始干这些事情的时候 要贯彻 你的心要散 但你的刀要快 开除人啊 心赛者 刀快 你要把它绑得就绑掉 其实最头痛的是 像拉锯带 杀两下 又不杀了 隔在边上 过两天再来 杀两下 再不杀了 就等于像锯子一样 被锯过很多事 你又不杀他 你对他们又不满意 又不找他谈话 这是很麻烦 把一个人连续开过 三次没开掉以后 你想想看 这个鸡就像这鸡被 浑身杀了以后 到处地上流的血 你对他是最残酷 开掉他 有的时候不是因为 什么缘 也对他也是个帮助 所以 我那时候 这个 人生啊 我以前朋友说 人生有没有活到境界 有三个体 第一 你离过婚吗 第二 你破过彩吗 第三 进过监狱吗 他说这三个都过了 依旧乐观向上的人 这些人叫人生 叫美虎白虎 所以我们一下 监狱是不能去的 但是呢 我觉得大家在招聘 high people的时候 我后来有一段时间 我不断强调在公司里面 没有开除过人的人 不允许他聘请人 这是很理想 公司大力有点难做到 但是今天我们再不知道 就是这个人 没有开除过人 你让他去聘请人 他他妈呼 聘请人 他反正不需要 自己开人的 他自己 只有开除过人的时候 他才觉得 我下次招聘的是真小心 我们中国人 很多老板啊 从来不去找人review 不找他谈话 不指出来 我发现最最重要的 我相信我们在座 很多人这样 你找人谈话 其实你想批评他 但你又怕他伤心 又怕他难为 又怕他有情 先表扬了一通 再批评两句 再表扬一通 这人出去都不知道自己被批语过来批评 这个你真的进来五分钟 他妈来做自己拍一二三十五的 去跟我走 他回去想了半天 然后回过来 你那一下 先说哎呀 你是个好同志中 但是那事情干的 一看他心态不对 其实那个人也不错啦 我见过很多人 面试 review是这样的 全乱了套了 这个时候你要明白 这是我的 job 我作为manager 我找你谈话的时候 I do my job 否则我应该被发掉 但是不是manager的时候 作为普通员工和朋友 我可以跟你交流 这些希望大家 你如果说不做好这些基本工作 干部的培训 极其之关键 我以前做两件事 一个是 Savi还喜欢做一件事情 特别有意思 他一喜欢开人 第二个喜欢 请进公司以后的第一个见面 是他 他讲的很有道理 他说这个人啊 眼睛睁开的第一眼 老板进办公室以后 你到这个公司去 第一个跟他握手 跟他谈话的人 他讲的话是一辈子记住 影响最深 你们去想想看 所以请大家 就是请人的时候 千万不要人家胡请 请了以后 你也不去见他们 那这些人 不知道请来是干嘛的 高层管理请进来以后 前面的一半个小时 是跟你谈话 你不要讲的太多 15分钟告诉他 我要什么 你要什么 卡卡清楚 这时候他的记忆特别好 你们自己想象看 你们到一个学校 到一个单位的 第一个人老板 找你谈的15分钟 你是不是记得特别老 千万不要丢失那个机会 第二 开除人的机会 千万不要丢掉 叫别人去开除 还有一个就是 开除和发奖金是一样的 你要扣那个公司 别说 张三 这个部门现在 我们下个月的奖金没有 然后我们以前有个同事说 哎呀 你们其实干的是不错 老板说 要工资扣掉你没点 所以我扣掉 这把人不恨死老板 然后呢 我们知道这个人以后呢 第一这个人基本上也 也待不下去了 但是我们跟他讲 没关系 你要待下去也可以 明天我们给他们发奖金的时候 你也应该这么讲 我是不想给你们发奖金的 老板要发奖金 你如果同样保持一致 这个人可以的 我们发现绝大部分的干部 我们是在这个细节里面发现 他好还是不好 对与不对 所以呢 招聘人是最最之关键 我们现在的阿里巴巴 最近我们在review里面 我们花很多时间 在review一个人 对这个人好以后 评估每年的评估 年终奖 花了很多时间 但是我们觉得 更多的时间 应该花在招聘一个人 你的六取错了 进来以后怎么努力 你花了代都没有用 所以六取好了 再加上严格的训练 他就有可能好 这六是个凳脚料 一定要抓到梁上面 是不靠谱的 你怎么去弄都不行 所以要抓的right people 请大家记住 在你们今天公司的时候 经济关键 多花点时间在招人身上 这个是最大的投资 不要迷信 找最好的人 要找最合适的人 最好的人 一定是你培训出来 磨合出来 争吵出来 练出来 天下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 你可以招进来 就是完美无缺了 招进来一定是有问题 如果招进来 是个完美无缺的人 他来干什么 你要他干什么 而且我也告诉大家 有才华的人 都有点怪异 都有点 他把一块地方做好了 有些地方不靠谱 所以希望大家把人 然后呢 我自己这么觉得 招聘人的一个重要的关节 要培养一个公司的 因为你们跟国有企业不要 国有企业有的时候 是刚才能资排辈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公司 做大以后 也像国有企业一样 重要的是 你发现一个人 要给他个理念 你招人是招你的老板 我招人了 一千多长 我就找这个哥们 过几年可能会像我老板 我得把他请进来 这叫格局 找比自己强的人 找比自己 就是可以当自己老板的人 是至关自尽要 我们公司从前年开始 这个你们不一定学 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取消了大学本科 应届毕业生进入公司 我们后来决定 最多不超过三百个人 我们一年要几千人 三百个人就多 一个其中一个原因 大家去想想看 我分析了很多高科技公司 微人 IBM Cisco 包括中国的话 华为联系 大概经过15年以后 20年以后 这些公司都没有创新能力 互联网这么大一波 他们都没抓住 一个什么原因 我后来其中一个很少人 他们都喜欢找应届毕业生 应届毕业生一批进学后 容易听话 入膜子 都特别 看膜子一动 特别听话 卡卡卡 然后这些孩子进来呢 五年以后 他们开始变成manager 十年以后 他们开始经历 他们招的也是大学生 都是同情相残 外面设招进来的人 很难搞 他社会上磨练过 他一般都不太听话 难管理的人 他们不愿招进来 但是难管理不等于不好的人 但是听话的人招来 经过15年以后 一个公司基本上都会走掉 都会走下没有创新能力 所以阿里实际分析 如果这么多高科技公司 都没跨过这个坎 凭什么阿里巴巴能跨过这个坎 更何况如果阿里巴巴跟百度腾讯 在中国北大清华去抢学生的话 那么中国的经济不会好 所有的优秀人 他都跑到我们这几家公司 什么意义呢 但是如果这个人在三年四年 社会上干过论会 他再出来 我觉得这样的人 我们再去思考 他到底为什么出来 到底选择 他想清楚了 这样的人才是好的 而且招聘过程中 很重要有些招聘的优秀 有些人就能招聘 有些人 公司里面 我们曾经开过 很早以前 我们有一个女的干部 人也不错 但他着急的女孩 都要是个难看 那个好看的 什么原因 后来我们联想到 另外一个道理 有些人就是找 自己能比自己弱的人 他是本能的 他是本能 他找的人 就是比自己弱 越弱越好 而且听话 他有安全感 但是这些人 你能够判断出来 不对 一窝人 怎么都不行 所以有时候 公司里面 最怕的是 小公司决定 我们说 小公司 你要决定你的成办 在于你聘请 什么样的人 大公司决定你成办 在于你开除 什么样的人 这是有区别的 小公司的成功 是干预 你聘请了 什么样的人 这个人可能是正道 这个人走的时候 他会让你公司 选择起来 大公司在于 你开掉什么样的人 这公司才会做起来 大公司里面 最容易生长的 就是白兔 老白兔 不干活 人非常好 东来都来都去 他干得很好 这样的 白兔 一定培养白兔 这世界上 白兔的繁殖能力 超越大家想象 公司里面的老白兔 繁殖能力 超过大家想象 如果你不灭掉 一些白兔 不让一些老的人 确实能力 因为有些人 你到了一定数 他根据 我在这公司 待了15年 我得有 但是他能力 知道赶不上了 他在发挥 这些其他的作用 为了保持这样 形成的 一群一群一群的出来 这是很悲剧 很多公司 被这个搞掉了 所以如果你发现 一个公司里面 有的人招聘人 就是这个人 招来的人 就是有这样的 有的人招来的人 就是矮 就是差 有人特他妈能招人 而且他招来的 就是比自己能干 而且这些人 格局境界做非常好 要给这些人 多一机会 还有 任何公司 都要有succession plan 都要有接班人制度 任何岗位 都要有接班人制度 没有接班人制度 麻烦 一定大 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但有多少人 在做 轮岗 是接班人制度 最好的一点 公司越年轻的时候 越旺盛的时候 越少接班人 一定要建 建接班人制度 说人才不够 是因为你的 这班人制度 建的不对 人才公司不够 就是因为你 花招聘人才 都是不够 公司体系 效率腐败 就是因为你 review制度不够 这是 我们现在公司 我觉得很多公司 一坐那儿都讲 这个business model 这个revenue 这个profit 很少会review 我们有 那时候最得意的段时间 各个区域经理 各个部门经理 在外面回来汇报 好嘞 下个月 12号在这里 给我们来讲讲 你们过去一个季度 你们的业绩情况 各部门的业绩 这个人来了 准备了所有PPT 我们说我们对业绩 一点兴趣 讲讲你的价值观 团队文化怎么搞 你不是让我准备业绩的吗 对 我们就是要批价值观 然后第二次准备了价值观 我们讲讲业绩 我们讲讲接班人 一个培养这样的人 他应该什么都懂 其实我们并没告诉你 你明天要搞业绩 业绩review 他是必须准备业绩的 但是我们可以不问你业绩 问你其他 这是一种训练 不断的轮港 轮港两年到三年左右 一定要把它换个港 换港的目的 就是让他有多看 这个有时候格局 是这么换出来的 要强制性 越做的出色 出色的港位置上的人 有的时候啊 我发现很多人 在顺的时候 觉得这个生意不是很好吗 现在不应该把它换掉 要换掉掉下来怎么办 顺的时候 傻子干一半也干得不会差 这时候最好机会 把它搞一个 它做得很顺 把它搞到一个不顺的位置上 去把那个搞搞好 那个可能有点能力 还有问题 但是这个仕途顺得不错的业务 让他放上去锻炼锻炼 有些人可能是业绩 正做得很辛苦 才华也不错 给他一个顺的业务 做给他培养点自信心 公司传统文化叫做 用人不移 宜人不用 到一定规模 五年八年以上的公司的老板们 要记住 用人要宜 宜人要用 用人要宜 用人怎么能不宜呢 不是因为我宜你 是制度要宜你 有人说你 我公司经常碰到 马上你不信任我 我说两个人不信任 我不信任 你早就不在这公司里了 我是信你不认你 你今天这个人 在一方面做得很好 但是我并不觉得 你做那个工作做得好 你要做的那个工作 你要走到第二 第三号位上来 不信 那就没法工作了 信了不一定认你 宜人要用 有的时候老板不一定是对 这个仪不是怀疑他人品 这是两码事情 他跟你都不一样 那就是 让他撕开 很多人 所以 这些 希望大家在五年到十年 多老板 CEO 多花点时间 在人身上 是最大的投资 客户的谈判 你如果遭到好的人 这些人不错的 他会给你带来的业务 你说阿里巴巴 你说我什么 我这几年了 我已经没办法在公司里面 去review这个业绩 review业务 我少来的人 他们review的时候 不知道多好 他们在战略 讲战略 比我讲的不是好多少 但是我有一点比他们好 我花时间去看未来 我花时间看人 我花时间在制度建设上面 经历机制上面 惩罚机制上面设置好 这个机器就会赚起来 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年轻 就不找接班人 因为接班人 你要搞错了 你也死过去了 所以因为你年轻 还可以再搞两次 生孩子一样 你六十岁生孩子 质量也未必好 一个不好以后 一个要出生 你就彻底瞎了 对吧 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 不行再来两下 道理一样 公司就是这样 你的提醒 你有的时候 就给他们多些机会去做 第二呢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优秀的人管理 要靠文化管理 这个相对低端管理 靠制度管理 没错 中国的很多叫情义礼 做企业做得成功的 前面阶段一定讲情 不讲情做不起来 因为兄弟情深 父母情深 编上情深 这个情做得不错 但是到一定程度 一定讲义制当先 情义情义 要义制当先 最后 没有这个 水浒传 替天行倒是义 就是死命感 我们那时候 大家兄弟 非常好的一帮兄弟 自己创业 最后 后来闹个不亦乐交的时候 有的时候 都是卷入到了情上面去 如果大义是这个样子 自然 所以我们很多人很难过 创业里面都有难过 一起创业 到了一定程度以后都分家 分开是正常的 不要为了留下他而给他一块业务 我看了很多中国这样的悲剧 三个人一起创业 理念越来越不一致 其实不一致 如果不能达成一致 请那个人离开公司 不是坏事 反而一痛 就不痛 咔嚓 没了 最可怕的是 那怎么办 分点人给你吧 你要不做这个业务 其实这个业务 跟这个公司一点战略不吻合 结果他那边越搞越大越搞大 我看了这种悲剧太多 所以我前几天在讲 有些案例 诸葛亮会累在马术 因为马术是我们马家的 我去重新review了这个案例 我特生气 我觉得应该办掉的是诸葛亮 而不是马术 马术常胜将军 所以以后派重要项目 不要让常胜将军去做 这是管理的基本体验 常胜将军是不能放到 最重要的岗位上去 记住没有 重要的官客派上去的人 至少有30% 他输过 输过的人啊 咬牙齿子 他这东西不行了 怎么办呢 咬万一输了怎么办呢 他有敬畏之心 美国南北战争 林肯最后用的那个将军 基本上是争议很大 他40%输的概率 他输过 他在想 这下他妈的我的小心 要被人家咬过一口子 不行了 但是一个常胜将军 他没有敬畏之感 马术在这个 第一 他是个常胜将军 第二 诸葛亮愚蠢地派了个监军 就是王平大将 做他副手 我们也一样 这事呢 让你去干 边上再派个人给我监国监管 监军 矛盾天天就成立了 王平是向朱格亮汇报 不向 马术 马术也知道 这哥们是董事长的人 对吧 我也拿他没办法 但他在外 结果他们到上 到接庭的时候 我不讲细节 讲的最多点 双方达成 都不能达成 马术认为 兵马都应该往到山顶 集中在一起 王平认为 应该要在三下布局 这两个完全方向不一致 王平密报 朱格亮说 这哥们 这哥们错了 这要下去 外面一封全死掉了 朱格亮也没有回应 结果他们两个 炒得不可改交 犯了一个企业管理的 很重要的筹码 说 王平啊 你要么分一半人下山去 你在山下守着 我在山下走着 结果 冷兵器时代 你说能分一半人吗 如果局面都在这个上面的话 人可能冲下去也冲掉 一分一半兵马全分掉 战争有可能会重新写过 所以如果真要处理 我要是马术 他毕竟是一个 长生将军 是academic 是个学者 老子把王平拉进来啊 妈的你要么死 要么跟我干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这兵马不能有的 分一半下去 死定了 企业在一个专件抉择关头 大家想明白 很能量对于错的时候 就是使命感 愿景 价值观体系 以及担当的职责 我们公司内部也过 有过好多这样的争论 很多产品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都在这个痛苦之中 你看那个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例子 这是吹电牛 不是失败案例 是成功案例 我决定要开始 撒向淘宝的时候 我认为淘宝已经看到 B2B必须为了 B2C的发展方向 是未来可能一个趋势 根据我们帮助中小企业 解决问题 一定要足够的消费者 那往那个撒向 公司里面 我拿一片反对声 还有些人心里反对 嘴巴上不说 但一干扰到大街头 马云你找死了 阿里巴巴B2B刚刚存活 你杀入到跟EB900亿 那个等于是EB的时候 是700800亿美金市值 我们公司加起来 一人民币都拿不出来的公司 怎么可以跟那个杀 但我是觉得 这事不杀要死人了 找我谈话人那多了 那最后就说 你要往那边去 我们就得离开了 我在新闻发布会 前15分钟 还有人找我谈话人 马云你呢 这个东西啊 真是我们公司可能会 死在你的利林之婚下面 但是你要真决定干呢 我也干 我觉得这个人还可以用 有人跟我威胁说 你要不干我就走了 那我觉得那也没办法 你得走了 那一仗 打得非常的惊险 淘宝才会把EB给绊掉 但是话又说回来 组织到这一座新的时候 有些人才 确实是未必 在那个时候是还有用 他生活在昨天成功的路上 一个成功的人 不愿意改变昨天成功的模式的时候 是很危险 而是很危险 公司里面最危险的是 屡屡 战功 就永远成功的人 你要把他一定要放到两个 不成功的位置 他把不成功的位置 做起来了 这个才可以 有时候做了几次不成功的位置 你要思考一下 反思一下 这根本不成功 运气不好 你要给他做一点运气好 你要不断地去思考这些问题 我在公司里面花很多时间 考虑这些问题 考虑组织建设 人有问题 组织是更为关键 分分合合 合合分分 是企业一定要做 我们说如果人没有靠组织补 组织没有靠人补 这两个是一条纪录 组织重要 这个制度重要 还是人重要 我跟你讲 两个都重要 但是在没有人的时候 你用组织来补充他一下 由人的时候 可以换着来 我花的 就是阿里巴巴和淘宝的组织 是大概在过去的17年 我们重大的变革 组织变革合起来 分开来 支付宝原来是淘宝里面 活拆把它拆出来 淘宝和天猫原来合在一起 把天猫淘宝好好翻开来 再合起来 大淘宝专列 都是什么原因 一个是对手发变化 第二是环境变化了 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人才不够 切子钢 当你有切子钢 只有四只盖的时候 你们准备怎么办 你有切子钢 有四只盖 来回转 砸掉两只钢 你不可能的呀 有些业务实在来不及 你人不够 优秀的人 查不出的时候 你有切子钢 四只钢 刚刚弄了以后 全都盖了一塌糊涂 干脆 敲掉两只钢 这两个业务 要么禀掉 要么关掉 关停并转弄掉 就变成一只钢 你只有这样才能做得起来 要舍才能得 可有可无 可以合的地方 一定合 有的时候要分的时候 一定要分 像李渔龙下去 招兵买把挖墙 那得分 势头不错 分 势头一不行 收了以后 马上就合起来 团队人才进行轮岗 这个大家要去 组织的变革 是间接起的关键 而每一次我叫 我们哪儿去学习 组织变革 要从军事上 西点军校 西点军校 培养了很多CEO出来 西点军校 其实西点军校 培养CEO的主要的原因 不是他们军事的执行力好 他们对军队的 组织建设能力 结起之强 军队是靠组织打仗的 你们要记住 靠兵器 组织 其实执行力是必须的 你没执行力 你没有执行力 不敢往前走 那打还叫军队吗 但是你以为执行力好 就可以出来 没有 不是那么回事 我只是讲个案例 我公司这两年讲了很多 二次世界大战 美军作战 以思维作战单位体系 那叫布坦协同作战 布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 越南战争 美军出来以银为作战单位体系 以坦 以布兵和直升机作战体系 这个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们一个银出来 把人家给干掉 这次沙漠之战更牛逼了 以千人战斗小组为作战体系 和中台的整个导弹体系 叫做空地作战体系 人更少了 但是它效率阶级之高 Uber刚进来 跟滴滴快递进行 他没有多少人 他一下子普遍 组织设计的好 人用的对 那绝对让你这公司的效率 是阶级之高 我在公司里面 有点苛刻对用人 这前几年对我意见很大 但这两年他们觉得有点道理 但是我们还是在改 用人 聘请人 多少人是合适的 是最最关键 淘宝刚起来的时候 那每个人 几乎你们 你们也要做个新项目 做个新的投资的时候 大家都会跟你们谈 哎呀老板 半戒 预算 人头自愿 资金 都跟你谈这个 其实跟你谈这些的人 都该不该他该他 但是没想清楚 他都是大灾难 我是那时候 制定了一个愚蠢的 但是呢 极其有效 我为了让淘宝的技术含量提升 今天大家知道 BAT三家想吹个牛 BAT三家的技术能力 谁最强 我认为 我们可能高出的 不是在一个水平上 只是我们从来不吹 我们不能吹 我说技术不能吹牛 技术吹牛惹来的麻烦很大 一服不能吹牛 二技术不能吹牛 但是因为我不懂技术 所以我花很多精力 让懂技术的人不在 但是懂技术 怎么叫懂技术 什么叫发展技术 我那时候设计的制度 我那时候设计的制度是有道理 倒闭这个技术 我说淘宝要做的 增加一个人 他们增加人手 增加一个人 增加一个亿的销售 从保安和打扫 为什么算起 我恨不得你多招新人 你反正多 你要说增加一百个人 很好增加一百个亿 没到一百个亿 你效率不高 你就不及格 所以他在想一想 因为所有的老板 经理都不愿意开除人 他本来有七个人 你要增加业务 他恨不得增加两个人 不好的人 他也不想换走 正因为我们一个人 增加一个人 要增加一个亿 但是我的机器预算 技术投入预算不顺 没关系 所以这帮人 就拼命想办法 把技术完善 解体人的压力 所以技术会 效率会越来越高 2012的一个经典案例 是我们在公司里 可以跟大家分享 2012年我提出 2013年纯粹试一试 2013年 所有的营业额 利润给我翻一翻 那公司里 一翻一翻 马上有人跟我讲 我们的预算 人事预算出来 是八千七百个人 要增加八千七百个人 可以翻一翻 我说不行 他说多少 他说后来 再去研究 回来以后 七千八百个人 我说不行 他说最后讨论下来 六千个人 六千个人 少了一定翻不了 我说不行 那么他说 你到底多少 我说两百个人 两百个人 他说怎么可能两百个人干 我说就是两百个人 如果两百个人 你们平时都忽悠我 说每年为了未来储备人才 现在不要储备人才了 把所有储备人才 今天用用看 全集团 如果明年我们不翻一翻 人口超过两百个人 包括我站里所有的干部 员工不能算 员工不应该亏 就是这个 让他们受损 所有的干部 统统讲精为力 别讨论这个事情 然后咬牙去吃 但是有一个条件 出一个可以进一个 就是你现在觉得 你竞争两百个人 不等于不可以出人了 你把这个人换成 那个人换进来 可以 结果那一年 我们进接了两百个人 所有东西翻一翻 原因是什么 第一 当然我设备 机器技术投入 永远不减 这把人挖空心思的 开始搞云机 虽然大家用技术 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第二个 这个罗真宇真的不靠谱 赶紧换出去 想各种人把它开除 找一个新的人进来 张三不行 换出去 他们终于被逼着 把那些不好的人给赶出去 因为所有人都不想得罪人 干嘛得罪 他老罗 明天出去怎么办 但现在发现指标要翻一翻 人又不能增加 这个人又不干活 能力也差 老王也不行 他一袭干干净净 用这些组织的架构和人才的体系 倒逼那些 让他们去做些 不愿意做 又不得不做的事情 这个组织才会起来 所有的人 绝大部分的人 是不愿意开除人的 记住 绝大部分人不愿意批评人 但是分奖金 每个人都跑到最前面 所以希望大家 多花点事件的招聘人 多花点事件在培训上面 那么奖程也极其之关键 我们公司是讲究这句话 我们为努力鼓掌 为结果付报酬 这个人很努力 我们鼓鼓掌 不错 很努力 第二次还是很努力 没结果的话 对不对 我们是为结果付报酬 为勤奋鼓鼓掌 因为努力 很努力的人 白兔都很努力的 所以公司里面的制度 大家要留意 奖金制度 公司制度 所有的制度 必须跟使命愿景 和你的文化畅爽的价值观 是吻合在一致 我们在这里面讲到 什么是工资 什么是奖金 什么是红包 什么是股权 我们公司有四种奖励方法 这四个东西 我发现绝大部分的企业 是不搞这些东西 工资要乱发的 奖金一会儿有 一会儿没有 我告诉大家 我们是怎么理解的 工资是公司买你的时间 和commitment 等下你这人进来 二十万 一年年长工资 Are you happy 他说 I'm happy 你如果不happy 我们可以讨论 你说要三十万 我不happy 你就不用来了 对吧 你也happy 我也happy 现在我问你 你后悔吗 不后悔 很好 你就开始努力工作 所以我每个月 是按照这个 年薪的二十万 是给你工资 我买了你的时间 我买了你的commitment 我当然给你的 其他东西 是另外 什么是奖金 奖金是他超越了我的期望值 这哥们我本来觉得干这个 他觉得干这个东西出来 那你得给他有bonus 奖金不是福利 不是每个人都要有的 如果奖金每个人都有 你干脆不要把它称之为奖金 因为奖金一定是超越期望值 称之为奖金 希望大家把这个东西 立立清楚 如果奖金每个人都有的 这叫福利 公司又乱了他 但是奖金的分配的机制 你们要多花点时间设计 这对你的战略的设施 落实和考核是阶级之关键 第三我们公司还有红包 也就是说突然发一个 红包是什么 今年整个公司有一件 特别让人鼓舞人心的事情 大家happy说 拿着个红包 但是今年没happy的事情 没有就没有 奖金一定有的 因为你没有expectation不行 什么是叫股权 大家都讲 呀股票 股票是对这个人的潜力的投资 不是每个员工说 哎呀那我工资少一点 股票给你多一点 我要问这个问题 这个人有前景吗 他今年78岁了 你就不要给他股票 现金多一点 他这个人有能力 今天做做这个事情很不错 但是我不相信 五年以后他会有机会 如果五年以后 他会很棒的话 我应该给他买他的五年 所以我们公司 有些人是工资很高 没有股权 有些人工资比较低 股权很大 因为我们看好他五年以后 这五年我就是花 其实这套制度 我们到现在为止 也要重新思考 当年硅谷这个是靠制度 靠这个股权机制 现在来讲 公司大了以后 到一定程度 我们发现前三年 员工根本没什么用 前三年的员工 到这个公司里面 就是个学习提示 他帮得上大忙 你给他股权 第四年就走掉了 结果问题就大了 而且股权的发放里面 确实有 孙正义跟我在 有过一次 巨大的争论和争吵 当然当年证明我是对的 现在证明我对的不是 我只有对了70% 有百分之三的 他说在 千万不能给员工股票 他不能给员工股票 所以我这么多年来 孙正义跟我争论 最多的一点 他是不肯给员工股票 我是百分之六七十的股份 最后现在只有百分之七 我说你不给我来嘛 分掉 但是没有这么分 可能今天不会 阿里巴巴这样成功 但孙正义他说 我受过一次巨大的伤害 他说他刚才成立 这公司的时候 给了每个公司一些股票 他给了门口 一个小姑娘 一个股票 门口那个 每个人都有股票 门口那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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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eptionist 给他一股 没想到呢 一上市以后 这股票呢 涨到了一百五十块 一百五十万美金 就整个市值一股 那你的夸掉了以后 公司里面所有的都 很多人都跑了出去 有了现金以后 大家各干 没有一个人 他说回来 跟我说一声谢谢 然后他说 我就不给他们了 证明给他们是错的 所以他不希望 阿里巴巴给股票 我有不同的看法 一个其中的原因 那是我也辩论而辩 我说第一 我给人家股票 不是为了让人家 给我说声谢谢 我希望他们能够 共同分享公司未来 这家公司有钱 只有我觉得 证明了 阿里巴巴有今天 我们这个是对的 当然另外一点 因为我这个股份 变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时候 这个公司的管理有问题 所以我一直坚信一点 一个公司的领导力 不是靠你股份的控制 股份控制 你请到那批很多骗奴才行 你靠领导力 靠你对未来的预见的判断 和这些独特的领导力 你是会赢得一帮人的 但是现在后来看看 很多公司在中国出了问题 股票给了多了以后 出的问题是 员工一旦上市套现以后 出去特别多 很多公司出去了 因为他没有了一点点的 他就等于风险没有 他的这种risk不需要 他说我这个 现在我已经有三千万了 那家公司请我 我就去了 然后看看不行吗 我还有三千万 再找个新工作也不错 这个也是一个制度设计里面有问题 这些制度设计里面是有问题的 这个希望大家要保持 但是有的时候你可以 他退休的时候给他一笔大钱 当然至于他加入到对手里面去干活 跟你死掐 你要反思的不是他 是反思的你刚 我刚才讲的 你的价值观使命感和愿景 这套东西 特别是价值观的训练 是否到路 阿里索性一点 今天阿里巴巴在全中国 外面 阿里巴巴干过的人 在外面工作的有个七八万人吧 这七八万人中 说有人袖子卷卷 开始跟我们死平 跟我们掐的 好像 我好像没有听见过 不是说你们阿里巴巴今天大了 跟你搞 搞不搞你 我们小的时候 也没人来搞我们 直到今天为止 我们外面有个阿里存 就是有一帮人 是阿里的创业体系 他们经常开会聚会 怎么把阿里巴巴的体系 做得更好 尽管在外面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了不起 而是当年的价值观使命感 做得了不起 好吧 所以希望大家 在IT和到DT时代的时候 高度注意一样东西 组织建设 变成阶级之关键 不是人越多 人很多的时候 是个大问题 用技术来提升自己效率 而且我觉得 哎呀 你这样闹了就业 怎么 如果你能够让员工 上班六个小时 为什么不让上班六个小时 如果呢 四个小时 为什么不让他上四个小时 你干嘛一定要让他 三二个小时 干嘛多请别人 他们可以做其他事情 对吧 所以呢 最后我想讲一下关于 我还讲过一个例子 就是在公司内部我的考核 判断一下公司好与坏 大概的服务费 如果你超过一万名员工 如果你超过一万名员工 你的服务费不包括硬件 收五十万人民币 算一个及格公司 八十万人民币为良好公司 一百二十万人民币 人均一百二十万人民币以上 你以为一个优秀公司 也就是说是一万人以上啊 你们现在算一下 人均十岁 不包括硬件 你说你买个电视机回来 卡里加 这不能算 那是叫 这种收入不能算 就是你收进的毛利 如果你是人均五十万 在今天上 勉强及格五六十万 八十万大概一个良好 一百二十万算是优秀 国际公司三百万为优秀公司 四百万为良好公司 五百万为人均 人均为优秀公司 如果是一万名员工以上 人民币 美金不一定要算 对吧 我按照人民币 各个行业毛利率 你千万这么去算 你来根据这 我是按照这个东西 来增加我们的业务 我算一下看 阿里巴巴现在大概 我估计现在我们人均 那个三百七十万左右吧 那么你就是我现在五万名员工 我的整个年收入 大概一百 一千八百个亿 我处一下 你是这么去算出来 那么你今天原子上发现 呦 这个人均收入有点大了 你要增加一点投资 增加点 如果人均收入低的时候 你就看哪些 Efficiency不对 如果你会发现 你人均收入很低 然后你业务库的太开 说明你的力量不够 所以大家还是要有一个 你自己期望 只在里面设个度的 今天你们的公司可能 人均八十万 三十万 二十万 说你三十万 我结格 五十万 这样的话 你是来这个整体 控制人头预算 和组织是否合理的 一个主要的 这个算法可能 外面不太有 我是自己想出来的 KPI的设置 最后一个是KPI 战略是还是要KPI KPI 所有人都讨厌 但是没有KPI是不行的 我们必须要设定KPI 一个KPI设置的好的人 才是真正成为领导者 KPI最忌讳的是 愚蠢的分发 我们今天五十个亿 然后你分两个亿 他分三个亿 然后每个亿 我们开始搞 这些都是属于 太粗发 KPI要讲究这是个结果 一定要重视前面的几段 做好哪几件事情 才有可能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KPI是在前面的几件事情 这个前面的几件事情的分析 其实这些是关键 KPI是从下往上的讨论 但是从上往下的决定 决定是哪把决定的 KPI设的好坏 决定了一家公司 第二年 是否活得好 如果KPI相差很大 无论是低于和高于 都是领导力的能力 都是领导力太差 一般是要很准的 如果你了解客户 了解市场 了解员工 了解他的执行力 你设的KPI应该不会相差太大 所以 我比较得意的事情是 阿里巴巴这么多年来 在公司内部没有一个人敢跟我 拼第二年的目标 我基本都还是比较准 这两年可能会衰退的 我已经当主席了 但是去年我们的业绩 他们几个人告诉我的数字 我说就在这条线上 他们说 咱们努力的 很准确在这又出来了 所以我也很得意 其实得意在哪个地方 因为你了解你的组织 了解市场 了解竞争对手 了解感觉 才能够算出这样的东西 所以KPI的决定 过高让员工一点信心都没有 过低让员工 第二年第三年 你会越做越难 KPI是一个领导艺术 KPI是个领导的一种艺术 非常之大 千万不能KPI分解 如果明年完成30个亿 你发现所有人都在考虑 这个30亿从哪里来 哪里来的时候 一定出问题了 你要考虑是做30个亿 大概需要做这样 这样 这样的几件事情 然后你说 这个里面要这么设个目标 做这件事要成功 大概拿几个拿几个 做这个事情要拿几个拿几个 你这么设计出来 才对的 千万每年做20个亿 请大家分一下 那是不对的 不管什么样的公司 那说明你做到以后 你跑不跑到这一期 再跑一年 他死掉了 你要跑的是 你要跑步 两千米没问题 腿部这儿了 肌肉这儿了 摇打脸好 跑到三千米 差一点 我估计再来了可以 每一年的KPI 都是第二年能力的总结 记住 每一年的KPI的设置 都是下一年的能力的提升 这个叫真实的KPI 你每年获得的结果 你就知道 我这次军队 现在可以打很多了 而不是说 我终于完成去年的指标 你的员工发现 第二年告诉你 我终于完成去年的目标了 那基本上有问题 说老板 去年不好意思 插了一口气 但是我估计 这状态是对的 他练的是其他能力 而不是分解能力 好吧 所以呢 我想 刚才讲到情 义 礼 小企业讲究情 中型企业讲究义 大型企业讲究礼 讲究制度 但是不等于 讲究礼的时候 把前面的情义给抛了 是加底法 你要有讲情 这企业才能活下来 才有可能成为企业 你要讲义 这个企业才能提高一指 讲礼这家公司 这情 义 礼 都合在一起 这个公司 才有可能 be sustainable 未来的经济 三个最重要的 如果你是一个企业 如果是一个组织 请大家记住 这几个关键词 inclusive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 共享包容 第二 sustainable 可持久 第三 happy and health 经常要检查你这个公司 是否happy happy 也不是你happy 你不happy 问题已经很大了 是你的员工 是否happy 经常检查你的财务 你的模式 是否健康 至于最后一个 所谓战略里面 经常讲的竞争者 我犯过错 这个 说起来有点难听 这个关于竞争者 反正你们也就别在网上来说 我没有背后诋毁别人的思考 就纯粹案例分析 就胡办大学 希望大家 谁你们在网上发 我是能查出来的 我直播 我在直播 那就不提这个公司了 OK 那我就不提这个公司的名字 啊 啊 对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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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 有些公司出来的时候 你要判断 判断竞争者 你是怎么去判断 你判断竞争者的时候 你首先看看 这家公司 我是不太从 他今天收入是多少大来看 我看这家公司 他的领导力 他的团队人才怎么样 他杀入的这个市场上面 对我这方面 是否有冲击 我永远群找的对手 不在同行业 我一定在另外一个行业里 找个对手 或者似乎相向的对手里面 我认为我的 就是在副总裁一届以下的人 就是总监和manager一届的人 他们应该盯着对手死干 CEO不应该盯上对手 如果你是个CEO 你眼睛盯上对手 那是有问题 CEO要看的是榜样 不是对手 我以前经常讲这句话 有人很生气 我说我眼睛 望眼睛看出去里面 没有对手 他说你他妈的 太狂妄了 其实不是狂妄 我找榜样 我干嘛找对手呢 对手到处都是 我犯了一个错误 其实有一家公司 我判断他的领导力 他的模式 他的整个的套路 不足以成为 阿里体系未来的对手 然后我就想 forget it 大家脑子往那边去 对吧 而且我自己觉得一个例子 我到今天怎么认为 这个将来也并不是个错误 当年Microsoft和 和那个Netscape有个案例 我呢觉得 因为那时候 做这个决定 已经78年以前 78年以前 我认为有一天 阿里的体系会非常之大 确实到今天 为止有点大了 我认为阿里巴巴的力量 不应该去摧毁那家公司 Netscape会 与微软的竞争就是 Netscape已经不行了 然后微软去推他 打了一仗 cut 然后你说你这个微软 你看你看你看 你这个把人家垄断 给搞死掉了 然后微软就被搞得死去活来 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那时候看着这个对手 也就再过个几步 就可能倒下了 你干嘛去推他一下 推他一下 他死掉 你就是个摩杀犯 让他走一下 结果没想到股市特别好 人家上市 融了很多钱 这个人才一参加以后 模式尽管不好 他可以设施的 可以再多活几年 也就是说我们对竞争对手 和竞争环境不够 也就是不够的重死 当然最后他们还是会死 但绝不等于 每个公司都会死的 只是你要问的是 我跟对手 我能够活二十年 他能活八年 就这个道理一样 就你判断 他本来可能两年以后倒下 没想到他还可以再活七年 但这七年以内 所造成的混乱会很大 所以希望大家也去看 对对手 我自己觉得要判断的过程中 就是你看他的愿景 看他的实力 尤其看他的组织 看他的人才 看他客户对他的反应 尤其是客户市场 对他的反应 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他的客户 对他简直觉得牛叉大的时候 这个是高手 你要对他敬畏 对手是用来学习的 不是仇恨的 我从那些竞争对手上 学到了很多 会战者不怒 真正打架的人不怒的 会打的人哪会怒啊 一怒的话全出了问题了 所以希望大家在里面 竞争在过程中 把竞争当作乐趣 否则路上极其孤独 仇恨一个对手 都是大问题 一定有问题 而且问题一定是你 你被他给缠住了 但对手长得非常之快 你要去检查自己的问题 研究他不够 学习他不够 敬畏他不够 或者敬畏环境不够 这些问题不断去反 还是反思自己 所以这个呢 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 竞争是在商业过程中 莫大的乐趣 如果你害怕竞争 就别做企业 但是如果你生气了 你一定错了 竞争的目的是让对手很生气 你很高兴 我现在后来发现很多人 自己很生气 对手还有一点不生气 那麻烦就大了 对吧 好 那么再讲用人上面的案例 我们公司在那一年 有一个聘请 高调聘请了一个 在雅虎时代 高调有一个人来找我 说要加入阿里巴巴 加入淘汰 然后他做了总经理 四十几天以后 我发现不对 完全不是他人不好 我们don't match 尽管他认为很match 我已经觉得不match 他的团队认为不match 这时候其实是蛮痛苦的件事情 留在那儿 还是让他走 让他走 我等于当众被打了几个耳光 然后说呀职业精力的人 在阿里巴巴根本流过下来 然后这样出色的人 但是你让他走 他这面子过不去 而且人家也挺能说 我后来想一想 这事还得让他走 但是我自己觉得 这件事情后来处理得很好 他也很职业 我们也不错 大家都觉得很好 这个package是 所有我们离开的人 都有一个好的package package就是离开的一个 报酬体系看起来是多 但这些都是可量化的 如果用的不对 那个麻烦可能更大 一个重要的岗位 尤其是副总裁级别以上的人 他所掌控的资源 做的决策和说的东西 如果出事是出大事 但这件事情的反思是在哪里 我们过早的把一个人从外面请过来 谈了几次就把他放在一个一号位上面 这是不负责任 而且迅速的宣布 从外面请来的人干一号位 请大家一定要谨慎 最好从三四 进来的人最好在三四号位上面 如果你一定要必须找个一号位岗位的时候 说明人才储备和进入新领域速度有点快 所以你是一般来讲 最要从三四号位找进来以后 在其他地方做个三四号位 然后再放到一号位 这是我的教训 总结了一点 我们有的时候还是对人才的储备和许备的没有看远 那个对我们是有点教训 阿里的有的时候的领导者的Guts也很重要 阿里巴巴阿里云能够发展到今天 我们其实在八年以前做的决定 八年以前阿里巴巴的收入已经很高了 但是我们决定把阿里巴巴 就是在老是举起 就是我们这个电商再卖下去 如果超过了沃尔玛 我们变成全世界最会卖货的一家公司 就觉得 这个变成了不是我们要干的 就是这个使命感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而不是变成中国最会卖货的 或者全世界最会卖货的公司 而且这个淘宝成功以后 大家说越来越对不得去想办法去买货去了 所以在八年以前我们做的一个最重要的战略的选择 就是我们要走一条路 不是电子商务之路 而电子商务和那条路就必须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觉得未来的世界是一个云计算的世界 是大数据的时代 我们必须把这家公司变成一家数据公司 但是没有数据公司 那时候八年今天听听数据云好像很时忙了 但是八年以前是没有人会想 数据公司是什么公司 你怎么赚钱了 卖数据 我们真不知道 但是隐隐隐约觉得 这件事必须得干 我讲的是 其实在我们决定往大数据走的时候 腾讯决定往社交媒体走 我们那时候走过了几条路 所有的互联网市都走过这样的路 大家从门户站点走下来 收拾引擎之小路 其实我们分析的 因为我是03年做淘宝的时候 我们决定 那时候有一条路是往收拾引擎走 有一条路可以往社交去走 只有一条路最艰难是电子商务之路 但是我们没办法 我们第一天已经走了这条路 不能看看那条路好 往往那边走 所以我们在03年04年最后决定 继续坚持往电子商务 走几年 我记得好像就在这个房 那个门口的地方房间谈判过 微然要收购雅虎 他们跑到这儿来跟我谈判 这些事都是秘文啊 但是我还是坚信 我说收拾引擎会很好 电子商务将来会更好 他们说嗯呀呀呀 这都很好 本来大家不相信 我也就瞎说说了 在08就是89年 八年前那个决定 89年前那个决定 对我们公司是选择的两条路 从电商走下去 一条路收视引擎我们 一条路是往数据 就是大数据走 一条路往社交走 我们两个公司 其实在这儿分了个插道 你要说认识 Facebook就是那个 我跟Mark Zagreb认识的时候 他刚开始创业 我跟谷歌认识的时候 可能中国还没有几个人认识 就是Larry Pagetan 我们这张图看好以后 我们决定应该往云走 当然往云走 你做的最大的判断 就是你要丢掉 你不可能大兵压进 往社交 往那个地方走 即使今天你可以讲 这是个错误 但是没有 走过来任何宝贵经验都对 我们后来压对了一条 往云 这个中间的痛苦和折磨 因为大家不听得懂 什么叫数据 我们说错要做数据的人 也搞不清楚 未来云是怎么样 到时候我下次会请 王坚博士给大家讲一讲 这中间所走过的痛 真明可能也会在里面讲 这八年是皆其痛苦之路 那条路风生水起 最后我们被打到那个的时候 其实尤其打到那个 最悲剧 一夜之间微信开始 踏起来 过年的时候发红包 把我们打到垮下来的时候 其实因为我们知道 自己选择战略过程中 要走 不是走电子商务 社交媒体可能 未必能帮助我们 实现我们的使命 但是大数据云计算 未来的世纪 我们判断 未来三十年到四十年 几乎所有的企业 大大小小 你必须上云 必须要有计算 必须要通过数据 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是 实现使命 走了这条路 但被打得满地 早上脸上都是 一下子腾讯铺天盖地 微信起来的时候 确实挠头发 但是心里的定义知道 这是我们选择 没办法 而且如果八年前 我们选了那条路 我们未必可以做赢 所以没什么后悔 犯了任何的错误 今天早上 周同学讲 我们犯错误 不是为了防止 未来不犯 而是我们如何克服错误 如何深应这个错误 所以我自己觉得 今天为止 有没有遗憾 有遗憾 他说 妈的当时再搞个二 再增加两百人 搞社交也许 然后人家认为 我们有社交情节 其实我对社交 你记得当年有一个说过 百度 我们搞收拾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让百度睡不着觉 他才会跑得快 搞社交的 今天我们的问题在这 我们太投入我们做人以后 腾讯进入了微信支付 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支付宝和蚂蚁金服 其实出了一个战略上面的 我们就在调整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巨大利好的时候 会有的时候 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障碍 你们知道支付宝当年是一马平穿 在做支付体系的时候 我们没想到 我们知道会有对手杀性 但不知道会从哪儿杀性来 我们没去想过 余额宝事件 你们知道这件事情没有 余额宝最重要是不是我们设计 想搞一个余额宝 我们觉得那么多人钱存在 这个支付宝账户上 给人家用点利息 银行那时候钱呢 我们就想了个余额宝 那时候准备设计的是一百个亿 那想到两个亿以后 变成两千个亿 总理要大多紧张 我说我比他们更紧张 那设计的是一百个亿 跑了个两千亿出来 然后变成三千亿四千亿 然后各个银行开始堕我们 我们说这不是我们想赚钱 我们从来没想过 本来是想解决 帮别人解决的问题 没想到刚好碰上那手钱荒 康祝到了这一天以后 我们在战略上面 肯定也有问题 那时候根本还没有微信 支付这一说 大家觉得 居然客户市场那么多喜欢 我们师傅也可以帮人家 做理财呢 因为你又支付吧 没想过挣钱 但是在这个时候 一个巨大的成功 使得我们的人思考 也许 互联网金融理财 可能是一条路 兵马牙在那儿 光微信开始往这儿杀进来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利益的时候 我们丢失了 我们本来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巨大成功的背后 一定有问题 巨大灾难背后 可以把坏事变好事 在座说的起家 你们的C总创始人 天下任何一次 巨大灾难和错误 冷静的三天时间 思考 如何把它变成好事 这是第一个思考 第二 如何把它变成 为了成长的营养 一个巨大莫名其妙的 好处来的时候 一定要想想 他妈的背后 有个什么东西藏在那儿 我怎么没看见呢 如果你不这么去想 你觉得是 I am take for granted 我就应该得到 你在那里定来 这是我19年来 我每次公司 突然业绩特好的时候 我都会莫名其妙的紧张 我总觉得有什么事情 我没看见 每次有重大灾难出现的时候 我往往比大家觉得 反而 每次阿里巴巴的出现重大错误 我们反思以后 大家觉得很好 这个事情来得比较好 你要没这种事情 最近这几年 我们其实犯了很多的小的错误 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那样 小事情很多 但每次小的出来以后 要冷静的思考 是不是体系出了问题 还是个别人出了问题 你说那个春节期间 搞一个莫名其妙 那个什么圈子门 校园日记是吧 其实我们公司几乎高兴 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个产品 因为本来他有几十个圈 什么上百个圈子在运营 中间加了个 这些小年轻个的当好玩了 光未进以后出现这个 各种各样的黄色图片 就往里面冲进去 这是有预谋的 我们今天都查得到哪出来 他一看有机会 然后开始举报越来越大 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在 我突然给支付宝打电话 发生什么事 怎么有这么个东西 没有一个人接电话 都电话不响 他们都飞去美国去 高管没有人知道 但这件事情 我们马上回来再来 处理完以后反思 为什么出现这个漏洞 还是一件事情 新员工进来的 培训和理念和思考 以及我们在公司里面 还是就出现这种 大家就没有想过 一个社交媒体 背后会诞生 这些事情 我们跟腾讯人差比较远 腾讯人知道这些事情 他们可能背后 就像电商我们出一个项目 我们知道 万一出灾难 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 不然我没有这个know how 每一次的总结 每一次的反思 都是让一个企业进步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 有一天 今天我们很多困难 你没碰上 但你一定会碰上 你没碰上的原因 是因为你还没到那个位置 所以我讲到这里 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交流一下 好不好 感谢观优优独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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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